假如托尼在纽约大战中将火箭送入太空后没有返回地球 而是侮辱到萨卡县 被高天尊封为了上边 然而当他们在观赏一场惊心动魄的战车比赛时 突然一头巨像却被放了出来 并且巨像还把参赛的一个石头人一切给撞飞了 托尼为了救下石头人 于是他按下手腕的控制器就开始穿搭起了钢铁战甲 可当托尼飞身来到空中时 战甲却发生故障直接掉了下去 而此时那头巨像则奔着托尼就冲了过来 当然托尼没想到的是 他手心的激光炮这时也没了作用 眼看着巨像就要把托尼踩扁 不过下一秒巨像竟被一炮击中 当场变成了肉泥 原来打爆巨像的并非别人 而是灭霸的羊女卡莫拉 然而当卡莫拉来到托尼面前 只见他端着手炮就向托尼发起了攻击 可托尼在一发反击 刚一打掉卡莫拉的手炮 卡莫拉要抽出一把剑 非人被蹦到了托尼的后面 可他话音微弱 卡莫拉就被偷袭 当场变运了过去 同时托尼则也被击中 倒在了地上 随后这个喜怒无常的高天尊 便将这俩人都给关了起来 然而就在卡莫拉 还想要冲向托尼时 托尼却使用胸前反应堆 解除了高天尊的控制 带着石头人逃出牢房 然后驾驶飞船便离开了 不过托尼为了解救 每天被高天尊奴役的人们 于是托尼又找到了 石头人的好友女武神作为帮手 并且托尼还根据设计图纸 重新打造了一套钢铁战甲 而另一边 当高天尊的护法 要提升卡莫拉之时 只见卡莫拉借机 上前替飞控制器 抬手夺过制裁棒 便来了一把连接 于是下一秒 被击中的几个守卫 瞬间就被直接化掉了 然而就在卡莫拉 端着制裁棒找到高天尊 向其质问托尼的下落时 外面却突然出现了 一个托尼的全息投影 不过高天尊听后却说 如果我要是赢了 你还要把这身钢铁战甲交出来 可下一秒 高天尊按下手中的控制器 便将卡莫拉又给放倒了 说完 卡莫拉就被强行塞接了一辆战车 而此刻托尼也穿着他的新战甲 走进了赛场 并且他的作家 居然还是一辆首富独轮车 就在托尼正在研究 这玩意该怎么开始 高天尊也开着他的战车 来到了托尼的身旁 伴随着一声号令 高天尊上来便来了个墙跑 而托尼这边 也摆好造型直接搓了手续 就在这个霜尼的家伙 要给赛场加点足料时 女友神这边 则圆地一个转身 然后使得人挥舞着手臂 就把戏给淘汰了 高天尊看着后面 紧追不舍的托尼 下一秒 他们便进入了一段隧道 可没过多久 当他们从隧道里冲出来时 前方竟然是一段陡峭的斜坡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路况 很多人也在这时立马出局了 而这个被动参赛的卡莫拉 居然还想借机干掉托尼 不过托尼在女友神的协助下 一发激光 还是挡住了卡莫拉的视线 但这个紧随其后赶上来的天尊护法 却想用车上装备的制裁棒 从后面偷袭托尼 幸好托尼及时察觉 只见他飞身蹦起 分解掉身上的战脚 当场便组装了一辆豪华的战车 紧接着 托尼便蹦了上去 随后赶上来的托尼 倾打方向 便将这个使坏的女人 撞到一旁让其熄火了 高天尊看到后面托尼 已经换了战车 于是他按下按钮 就在后方弄出了一堆路障来 不过托尼通过一番巧妙闪躲 刚一摆脱路障 高天尊这边 居然又放出两头巨像 挡住了托尼的去落 可就在危机时刻 托尼后面的卡莫拉 只见他按下开棍 还是帮了托尼一把 经过高天尊的一番狂欢烂炸 女友神他们也在此刻出局了 而如今场上仅剩的托尼 跟高天尊 还在女追我赶中 到了经常冲刺终点的时刻 本以为高天尊就要胜券再握之时 只见托尼开启胸前反应堆 立马将战车能量拉满 然后一个冲刺 便在终点前一刻 赶超了高天尊 随后托尼纵身一跃 则又将战甲穿回了身上 不过这个不讲武德的高天尊 此刻竟然还要反悔 可托尼刚一说完 那个天尊的护讽 则驾驶战车又要偷袭托尼 像我这时一旁的女友神看到后 只见他发动战车 则向其撞了过去 然而当制裁棒在空中翻转着 掉在地上后 制裁棒却滚动着 碰到了高天尊的脚趾 而这个从战车里钻出来的女友神 也得到了萨卡星人的一致认可 成了萨卡星新的国王 女友神本想留托尼 在萨卡星多待几天 但托尼因为思念女友小辣椒 还是想要早日回到地球 于是托尼在跟石头人告别后 便准备启动飞船返回地球 可就在这时 卡莫拉却出现了 此后卡莫拉 则把托尼带到了灭霸的面前 说完 只见卡莫拉腾空越起 紧接着 托尼抛出手中的制裁棒 然后卡莫拉抬手握住 上来便怼在了灭霸的身上 原来卡莫拉 已经被托尼侧反 背叛了他的养父 假如托尼的安保队长 哈皮成了主角 那么变异城区人的哈皮 是否会像浩克一样 拥有相同的战力呢 在圣诞前行 当复仇者们 准备要来个圣诞宽欢之时 一个叫哈莫的男人 却带着手下 将整个会场给控制了 紧接着 他们读过安保平板 便准备要修改安保程序 与此同时 安保队长哈皮这边的两个机器人 也接到警报飞身冲了出去 然而当机器人来到会场 想要控制几个歹徒时 哈莫这边 也把安保程序的控制权 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于是这几个现场赶来的机器人 立马就都成了汉克的手下 哈莫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要在史塔克大楼里 找到班纳的血清 然后让自己变异 不过他的这个想法 却被躲在后面的哈皮听见了 于是哈皮则想通过实验室 上方的排气孔 提前拿走血清 就在两个歹徒 还在分裂地轮着 一下巴士大大锤时 哈皮这边 却从上面直接掉了下来 哈皮健壮 于是转身就要去找班纳血清 然而当哈皮看到血清 身手要将其拿过来时 血清却不小心掉下 扎在了他的腿上 而与此同时 外面的汉默 也带着机器人赶了过来 只见钢铁战时 抬手就要将防爆玻璃打破 可就在这时 哈皮的一条腿也开始了变异 然而当哈皮拖着变异腿 刚要离开 对方却已经打破破底 冲了进来 情急之下 哈皮顺手拿过一瓶化学液体 摇晃几下 便丢出去 制造了一个烟雾弹 而哈皮也借机一脚 开了个变门 躲进了另一个房间 可这时 哈皮发现外面有个机器人 似乎要进来 伴随着房门被打开 躲在柜子里的哈皮 便打电话 又向寡姐求助 但这个此刻正被九层车特工 用强指着的寡姐 因为暂时无法脱身来帮他 于是哈皮又将电话 打给了这个装备成 上代老人的托尼 但由于托尼身边的声音 太过吵闹 根本就听不清哈皮说的事上 而与此同时 哈皮的便衣 也蔓延到了他的两个手臂 并且就在这时 外面的机器人也发现了他 只见哈皮一记中拳 就把机器人给放倒了 可当哈皮刚一出来 他就被人发现 又遭遇了一半攻击 无奈之下 只见哈皮拽过步段 便直接冲了过去 并且哈皮在惯性的作用下 此刻也完成了全身的变异 哈皮看着自己强壮的身体 居然能轻松挡爆杀带 于是他便来到顶层 想要给歹徒们一点颜色 只见他挥舞着拳头 不一会儿的功夫 他就干掉了几个机器人守卫 而这个汉墨 此时也查到了武器库的位置 想要去弄建合适的装备 然而当哈皮想要去追汉墨时 他发现眼前的路 已经被一群机器人给堵住了 于是他咧嘴一笑 直接就暴力地冲了上去 没过多久 所有的机器人 就都被哈皮变成了废铁 可哈皮在找到这个光杆的汉墨后 汉墨居然毫不惊慌地 按下了手中的遥控器 紧接着下一秒 托尼的反浩克装甲 就被他召唤了过来 哈皮面对这个大胃头 意识还有些发梦的他 在不知不觉中 他就被对方抱锤了一顿 不过被激怒的哈皮 只见他飞身蹦到战甲身上 便开始了疯狂的反击 就在他要把战甲 徒手给拆了时 一刀刺眼的白骨 便招在了他的身上 原来是托尼跟其他复仇者赶来了 不过他们看着眼前这个怪兽 躺空越起 对着哈皮就是一般轮番打击 说完 托尼按下按钮 就让战甲立马解体了 而哈皮为了发泄一下 一声大吼 就把汉莫给占了下去 当这个汉莫以为 这下自己要完蛋了时 哈皮伸手则将其抓住 救下了汉莫 在这扇钢门后面 居然有一个铁人 然而当卡特看到铁人 以为这应该就是美对史蒂夫时 铁人却立马蓄能 摆除了攻击的架势 下一秒 铁人便寄碎钢门 从里面走了出来 间接着 铁人则向卡特他们发起了攻击 然而当他们刚一来到甲板 那个铁人就一飞冲天 向下门俯虫了过来 卡特见状 于是抬手便是一记飞盾 可觉得这时 卡特发现 眼前的铁人 果然就是史蒂夫 随后再次飞向空中的铁人 戴上头盔 则向下方发射了一组榴弹 伴随着爆炸声响起 卡特跟寡姐 也跳入水中 逃过了一劫 天亮后 卡特找到弗瑞 向其询问史蒂夫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时 弗瑞却说现在的史蒂夫 已经被九头蛇控制 成了对方的一名危险杀手 而他的下一个目标 竟然是这个已经成为老者的巴基 危机时刻 卡特及时赶来 用盾牌便扛了一波 而与此同时 寡姐这边也接到了弗瑞 让其去击杀掉铁人的命令 就在寡姐的战机 在后面向铁人发起猛攻时 铁人突然向后一撞 直接便将飞机的遗色机翼毁掉 让战机从空中掉了下去 随后铁人冲进大楼 则向巴基伸出了手臂 可觉得热时 寡姐又换了另一架战机 瞄准铁人要害部位 准备要一击了结铁人 不过巴基健壮 竟然用身体挡住了寡姐 然而当铁人的手臂放下后 又要发起攻击时 卡特及时出现 飞上一个西顶 然后蹦到铁人身上 用盾牌就开始猛砸起来 不过下一秒 铁人竟然带着卡特 向楼顶冲了上去 在空中 当卡特被铁人一切击飞后 铁人竟被卡特盾牌给弄熄火了 卡特为了救下被击晕的史蒂夫 于是他一个俯冲 抓住铁人 就要把气给唤醒 卡特在这时 寡姐却赶了过来 随后寡姐在驾驶战机 来到了一个岛上 为了安全拆除 九度蛇穿在史蒂夫身上的铁甲 于是俩一眼就 决定要去哄房子寻找办法 这时 史蒂夫也在此刻醒了过来 卡特本以为苏醒过来的史蒂夫 已经摆脱九度蛇控制 恢复了记忆 于是在史蒂夫的引领下 他们很快便来到了一处 飞弃的索克维亚基地 在这座飞弃的城市里 满大街居然全都是机器人 然而当史蒂夫跟卡特 想要重温一下昔日的情感时 卡特却遭遇了机器人的袭击 紧接着俩人便跟周围的机器人挡了起来 这时 寡姐一个翻滚 也加入了战斗 可没过多久 他们就都被跌流击中 纷纷挡了下去 就在这时 眼睛在空中的红房子 也在此刻呈现了出来 随后寡姐曾经的养母梅琳娜 便带着几个黑寡妇 向他们走了过来 原来这一切 都是梅琳娜提前设计好的 目的就是要把卡特引来 然后把她也变成红房的杀手 紧接着 梅琳娜退去外衣 摆好造型 就开始了行动 面对着对方的一番扫射 只见寡姐飞身越前 则找了一个掩体 但不一会儿的功夫 梁琳娜便在枪林弹影中 坍塌了下去 寡姐见识不妙 于是只能先行逃离此地 可寡姐刚躲进一个房间 外面的黑寡妇们就冲了进来 然而这个寡姐 面对着众多黑寡妇的围攻 很快她就被打趴在了地上 不过寡姐在捡起一个电击手臂后 上来就把几人全都给放倒了 梅琳娜见状 只见她一脚踹倒寡姐 俯身便抓住了寡姐的脖子 而另一边 当史蒂夫抱着卡特 落到地面后 他们也相互激战了起来 可史蒂夫在挺后 只见她向后退了两波 竟然冲向红房子 想要跟机同归一进 而与死同时寡姐这边 在看到史蒂夫后 她一个投机 然后射出飞桌 缠在史蒂夫脚上 就把这个梅琳娜也给带了上去 伴随着一阵火光 被撞毁的红房子 也掉在地上直接炸掉了 然而就在观察者都以为 这一切已经结束了时 卡特却被突然出现的 一道时空裂缝给吸了进去 可就在这时 此宇宙成了女王的海拉 竟被一阵时间风暴给吸到了上空 卡特健壮 于是他拿起绳子 缠住一根木桩 然后飞身则蹦向了空中 不过面对着强大的时间风暴系列 卡特最终还是没能救回海拉 进阶段 卡特便跟心灵权杖一同掉了下去 然而这个拿起权杖 接替王位的雷神索尔 却把海拉的离去 拐罪到了卡特身上 卡特见识不妙 于是他躲过洛基手里的骷髅头 放到两个士兵 纵身一跃便逃走了 然而这个来自七大时空的卡特队长 刚以摆脱士兵追击 他就发现了一直在窥视他的观察者 观察者说 这个宇宙已经无药可救即将崩塌 如果卡特想要离开的话 那么他可以帮忙将其送走 不过卡特在挺后 却认为当下的宇宙还有一些生机 只是他还没有找到办法而已 而另一边的飞红女巫 此刻也知道了导致宇宙融合的缘由 飞红女巫说 这个时空之所以会被时间风暴侵袭 是因为一个未来的先行者导致的 但王达却不知该如何找到先行者 可这时 他们的对话内容 也被躲在上方的卡特听到了 于是卡特则找到了托尼 希望托尼能通过他收集的线索 找到未来先行者 然而托尼在观察后发现 如果想要利用他研究的追踪设备 找出先行者踪迹 就必须要拿到心灵权杖上的石金宝石 作为设备的能源才行 为了帮助卡特尽快拿到权杖 于是托尼还向卡特推荐了一个 本宇宙的侠盗三人组 这三人分别是 没有成为美对的史蒂夫 能够缩小身躯的蚁人斯科特 还有他后面的东兵战士巴基 然而当史蒂夫见到一时空的卡特时 史蒂夫说这个是空的卡特 早已经阵亡了 随后 这两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 在一番畅谈后 史蒂夫也答应了卡特的请求 可就在这时 窗外却蹦起来一群小人 经过一番打斗 不仅卡特将几个小人给拍在了墙上 而且这边的巴基 还向外面的指挥官哈皮发起了攻击 紧接着 被激动的哈皮 还派出了阿斯加德的毁灭者 伴随着一道强光闪过 上面的小窝也瞬间变成了废墟 说完 只见卡特飞身蹦出来 就把毁灭者给放倒了 可当卡特刚一击飞几个士兵 那个毁灭者则又站起来 并对着卡特来了一把强攻 然而这个扔心盾牌的卡特 再被哈皮刚一关进牢房 卡特便争夺束缚 直接冲了出去 就在几个守卫发现卡特 并向其一番扫射后 没想到被击中的牢门里 关的竟是班纳 紧接着 变成后的浩克打破牢门 然后背着卡特便逃出这里 来到了托尼的实验小屋 这时 史蒂夫他们也赶了回来 众人经过一份养救 决定在天亮后的集会上 桥中混入其中 然后司机而动 可还没等光速而发痒呢 时间风暴则又出现在了他们的上空 旺达见状 于是他施展魔法 暂时勉强抵住了风暴的肆虐 而与此同时 浩克也趁机蹦出来 连同其他人一起开始了行动 然而史蒂夫在与哈皮交战中 这个哈皮居然还开启了变身模式 经过一番打斗 很明显史蒂夫 根本就不是哈皮对手 可就在这时 浩克则飞身蹦了过来 随后这两个变异的巨人 则开启了护锤模式 而另一边 索尔也挥舞着宝剑 披衔了卡特 可索尔此刻发现 他的攻击竟被旺达 用了一只手给拦下了 说完 托尼取下权杖上的石金宝石 就把其放进了追踪设备 伴随着装置被开启 只见卡特伸出双臂 就把其掏在了手上 就在旺达这边因为体力不知 倒在地上之时 索尔也趁机走向卡特 会见象棋劈了过去 不过下一秒 卡特张开手掌 射出一道绿光 便将众人全都给照了起来 与此同时 那个一直被众人寻找的先行者 也在此刻出现了 原来这个未来的史蒂夫 当时在与灭霸对战中 他竟然用盾牌 跑破了无限手套上的时间宝石 于是这才导致未来时空 与当下的1602宇宙发生了融合 虽然卡特不忍让史蒂夫再次消失 但为了修复世界裂缝 拯救当下时空 只见史蒂夫按下开关 则完成了他的使命 然而当一切恢复平静后 其他人竟也跟着消失不见了 假如死亡女神海拉变成了凡人 并且他还差点成了 使唤主人文武的妻子 那么变成了普通人的海拉 是否还能重新获得审利呢 自从众神志望奥丁 利用海拉的野心统治了九界后 奥丁则跟想要征服全宇宙的海拉 有了思想分歧 并且海拉还想反对他的奥丁 扔出了锤子 可下一秒 只见奥丁用力一握 直接就把雷神之水给捏碎了 随后没了头盔的海拉 便被奥丁送到了地球 说完 奥丁则将头盔也一同丢了下去 而这个海拉头盔的掉落之地 居然还是使唤主人文武的管辖范围 然而此时没了实力的海拉 在跟一群士兵打斗中 凭借以往的战斗惊艳 虽然放倒了几人 可就在热食 海拉度过的兵器 还是被尸环给弄掉了 紧接着 文武发动尸环 就把海拉给尝了起来 不过被安在地上的海拉 却说如果他有头盔的话 文武根本就不是对手 可文武在挺后 竟然想让海拉戴上头盔 然而当海拉伸手 想要拿起头盔时 他发现被奥丁施加咒语的头盔 竟然吻死不动 根本就拿不起来 随后本以为要被处决的海拉 则被带进了文武的房间 并且文武还让其换上了一身红装 想要让海拉成为他的妻子 不过下一秒 海拉便按住文武的头 将他给K晕了过去 就在海拉要取写十环时 外面的士兵也闯了进来 海拉健壮 于是只能先行逃离此地 但海拉刚误入一个马厩 他就碰到了一个善古神兽地匠 随后 海拉便在地匠的引领下 走进了一片竹林 可觉得这时 后面的竹子 却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经过一路狂奔 海拉纵是一跃 终于摆脱了危机 但此刻海拉听到附近 好像有人在叫他 紧接着 海拉就被打落马下 遭遇了一本袭击 然而当海拉再次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了一个拥有神龙保护的村落 海拉见眼前这个名叫佳怡的神秘女人 功夫非常了得 于是便想要向其拜师学艺 然后躲回他所失去的 可让海拉都感到意外的是 嘉义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海拉不仅掌握了太极功夫的药领 而且海拉还在嘉义的引导下 准备了他世上好战的思想 开始有了仁慈的一面 而另一边 奥丁从海姆达尔口中得知 海拉遇到了一个拥有上古神器石环的人 并且海拉还从海姆达尔的视野中消失了 于是这个有着收集神器癖好的奥丁 则想要把石环也收入囊中 随后奥丁便来到了地球 为了阻止奥丁未得石环尔大开杀戒 只见海拉挑了一身装备 便要去协助文武 说完海拉飞奔着 腾口跃起 上来就是一击 紧接着文武发动石环 又来了一边助攻 不过海拉的兵器 还是被永恒之枪一切给弄断了 尽管海拉跟文武合力 想要战胜奥丁 但众神之王的实力也不是白给的 随后海拉操控着火灯 来了一边物理群攻后 海拉冲过来 一掌吸掉奥丁之力 然后反手就夺过了永恒之情 这时文武则飞身奔过来 一旋被将奥丁给放倒了 不过奥丁在听后 他居然趁机抓住了海拉的脖子 幻影未落 海拉头盔在感受到主人的仁慈后 便重新戴在了海拉头上 让其获得了光明之力 紧接着海拉抬手一记大招 则让奥丁没了还手之力 随后海拉读过永恒之情 就来到了奥丁面前 奥丁以为海拉是想夺取他的王位 但海拉现在真正想要的 却是让全宇宙获得自由 于是海拉在跟文武的配合下 便开始了解放全宇宙的行动 即便是这个想要征服宇宙的灭霸 此刻也无力阻止他们 假如星爵被永度抓去后 没有被吸收养 而是真的成了天生一格的孩子 并且星爵在获得天生之力后 他竟然重返地球 开始向人类发起了攻击 为了抵御星爵对地球的破坏 于是地球的超级英雄们 则纷纷聚齐 想要一同阻止星爵 可老黑豹的话因为一落 星爵便在他面前露了一手 此时这个汉克的同事比尔 身穿蓝色一阵战衣 便大胜区则做好了迎战准备 而这个穿着红色缩小装的汉克 也连蹦带跳的开始了行动 星爵看到眼前这些爬到冰淇淋上的蚂蚁 吓得立马就将其给丢了出去 紧接着 汉克骑着飞椅 带领着蚂蚁大军 就向星爵发起了攻击 没过多久 星爵就被蚂蚁们赶进了一个房间 可就在这时 星爵面前的一个激光装置也启动了 随后走出来的黑豹 本以为这样就能将星爵给困住 不过下一秒 星爵一声大吼 瞬间就把黑豹给震飞了出去 紧接着 星爵操控掌心雷 就开始了反击 就在这个巨人比尔 背起一些击中打回原型后 在星爵的后方 此刻又飞来了一架战机 原来是赶来的动兵 准备要一击了结星爵 但星爵抬手一发掌心雷 居然把战机后面赶来的劳森博士 从空中给挡了下来 就在危机时刻 比尔奔跑着 飞神变大身躯 则将劳森给接住了 可比尔稍一走神 他就被星爵又给来了一下 众人看着眼前这个 不太好对付的星爵 于是只能选择先行撤退 然而当他们的飞船刚一升空 星爵就把飞机控住 将其给钉在了空中 就在飞机马上要被星爵的 蓄力一击打爆之时 突然空中一阵电闪未明 紧接着 一道闪电就劈向了星爵 原来是雷神索尔赶了过来 随后这个被击中的星爵 则被众人关进了隔离层 雷神说 这个被天神一哥 植入在地球的天神种子 如果一旦被星爵激活的话 那么地球就会成为一哥的领地 与此同时另一边 这个天真音乐 手舞足蹈的汉科女儿霍普 在看到被关起来的星爵后 俩而经过一番交流 居然还成了朋友 随后霍普利用父亲的皮姆粒子 将隔离层缩小 来到岸圈之地 则把星爵给放了出来 想要满足星爵 要回到地球出生地去看一看的愿望 并且霍普还将心爱的随身天儿 送给了星爵 说完 星爵也在汉科他们赶来之前 踏上了去往出生地的列车 另一边 天神一哥因为无法取得跟星爵的联系 于是他便驾驶飞船来到地球 准备要亲自去激活天神种子 而地球这边 此刻也察觉到了一哥的行踪 说完 只见索尔腾空越浅 就向一哥冲了过去 不过下一秒 一哥眼睛一瞪 则把索尔给撞了回去 紧接着 一哥伸出手臂 操控着地表的石块 就变出了大量的石头人 说完 这群石头人就向他们冲了过去 而这个被抱住的蓝色蚁人 只见他变大身躯 双手握拳被传了下去 并且不一会儿的功夫 石头人就爬回来他的群神 无奈指向 蚁人只好又通过缩小身躯 来摆脱石头人 不过蚁人因为长时间变大身躯 还是体力不支倒了下去 同时索尔这边 也不甘示弱 会有这雷神之锤 则来了一招所向披靡 紧接着 索尔收回锤子 原地一震 就直接清场了 可让索尔震惊的是 一哥的石头大军 居然又变出了一波 并且一哥还在他的脚下 生成了一尊超大的石像 眼看着超级英雄们就快挺不住了 于是霍华德这边 则让汉克去说服幸觉 想让其能改邪归正 帮地秀人去对付一哥 而与此同时一哥这边 此刻已经夺走了天生种子 准备要把气给激活 就在种子即将回到一哥手中之时 汉克此时也带着星爵赶了过来 紧接着 俩而骑着飞椅 一把便将天生种子夺了过去 小鹿他们顺着石像缝隙 则飞进石像内部 来到了一哥的面前 并且星爵在跟一哥对话中 他这才知道 原来母亲的死 竟然是父亲害的 于是愤怒的星爵 便直接吸收了种子能量 然后抬手释放一发强泊 就把一哥给解决掉了 随后星爵变成了 这个宇宙的一名强力战将 假如星云变成了永度 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在山纳尔星的一个奄奄角落里 永度不知什么原因 居然在这里遇害了 并且山纳尔星此刻 还遭遇了罗南大军的入侵 为了保住山纳尔星 于是星星军团首领 则开启了星星护盾 这样就能让山纳尔星 安全度过50年 可当有一天 星云在调查永度死因时 意外从永度的烧箭中 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秘密 那就是在山纳尔星的主机核心中 居然保留着一组护盾的原始代码 为了防止护盾被罗南破解 于是星云决定进到主机 去毁掉护盾原始代码 这样才能彻底解除隐患 这时 一旁的怪鸭则提醒星云 说之前很多试图进入主机的人 基本没有活着出来的 不过星云挺后 却还是要去试一试 但星云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先找到一个 熟悉主机安保措施的帮手 跟他一同进入主机才行 随后 星云则来到了山纳尔星监狱 找到了这个名叫罗格的男人 紧接着 他抬手欲请 打开牢门 只要把罗格给救出去 可这时 一个机器人守卫却发现了他们 不过下一秒 星云一脚将其踹飞 然后带着罗格便要冲出去 还没等这俩人跑出多远呢 他们就被大量守卫给包围了 说完 星云打开所有牢门 放出被关的人 就跟守卫们打了起来 在混战中 星云又切断了监狱垫里 趁机来到外面 然后乘坐飞艇便逃出了这里 没过多久 星云他们就来到了主机大楼附近 然而当星云进入大楼 想要不行下到底层时 只见后面的罗格 拽过一扇铁门 则让星云跟他顺着电缆滑了下去 就这样 两人很快就来到了 山大尔星的主机核心 说完 星云伸手们向主机求铁 然后则将主机数据线 连接到了自己的半机械大脑上 然而就在星云要退出硬件连接时 他却被罗格给偷袭了 原来这个罗格居然是罗男的人 然而就在罗格带着右盘要离开时 情急之下 星云右手拽断连接线 则追了过去 不过他还是晚了一步 被关在里面 被炸成了重声 就在星云从昏迷中刚一醒来 他看到罗格居然跟星星首领在一起 原来星星首领为了永久保住王位 已经私下逃靠了罗男 此刻 这个趴在地上受了重伤的星云 正被一群男人包围 即将遭遇不测 经过对方一番连续打击 星云还被其用电击棒按在了地上 眼看着星云就要被解决吊尸 只见星云拼尽全力 放倒两人 然后分了一奔跑着 就从上面跳了下去 可幸运的是 星云还是死里逃生 找到了他的好友们 不过在怪鸭的一番改造下 星云也终于重复了新一生 并且他还装上了永度头盔 有了能控制哨剑的能力 随后几人摆好造型 就要去找星星首领对决 而另一边 这个星星首领 也上传了一个盘密室 准备要把罗男的飞船给放进来 而与此同时 星云操控哨剑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把几个守卫给解决了 紧接着 他们就向星星总部发起了猛攻 随后星云抬腿一脚 就闯了进来 可当罗男飞船马上就要进来之时 霍盾却在此刻又关闭了 这个女首领尖大事已去 于是转身便想投走 不过幸运在察觉后 只见他冲过来就是一拳 在一份碰撞后 那个星星首领 也从高空掉了下去 而山大尔星 也因为没了外敌入侵 重新坏发了升级 假如诸神黄魂来临前 奥丁没有及时把宇宙魔方送走 而是在火炎巨人毁灭阿斯加德之时 意外让宇宙魔方掉了在了地球 然而多年后 在这个闪着蓝光的水域里 只要是有人进入其中 那么这些人就会沉入湖底 从此不知去向 这天 一个名叫卡霍利的女孩 带着弟弟 也侮辱到了这个经常让人失踪的紧记之地 可就在这时 两人发现他们的村落 已经被一群荷兰殖民者给占领了 并且这个首领大胡子 此刻也发现了躲在附近的姐弟俩 在追逐中 卡霍利他们不小心 还掉进了一个洞中 然而他们跑进洞里后 他们看到眼前 竟然有一个蓝色的水坑 与此同时 殖民者也从外面进到了洞里 就在士兵察觉这边有声响时 卡霍利在后面便向其丢起了石头 不过弟弟刚一冲出来想要帮忙 另一个士兵举枪则击中卡霍利 将他打入了水中 可这时 卡霍利的身体却被一股神秘力量 吸进了另一个时空 并且在这里生活的人们 竟也都是之前侮辱水滩 被宇宙魔方传送过来的 他们在这不仅能长生不老 而且他们每个人还借助灵力 全都拥有了奇特的超能力 而这个女孩卡霍利 她被激活的超能力 似乎跟其他人有些不一样 虽然在这个世卫桃源 大家生活的特别安逸 但女孩卡霍利 却还是想返回地球 去拯救她的家园 于是卡霍利便想利用树枝 搭建一个通往上空传送门的天梯 可她经过多次尝试 最终还是没能成功 这时 每年一度的狩猎戒 也在此刻开启了 如果谁能从凶猛的灵牛身上 获得尽可能多的灵石 那么谁就能拥有尊贵的荣耀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女孩卡霍利的奔跑速度 竟然能这么快 但就在卡霍利刚一转弯 对面一头灵牛 居然被她腾宫给掀翻了过去 狩猎结束后 众人也开始展示起了 各自的狩猎成果 然而当众人看见卡霍利时 他竟然满在耳归 拿到了大灵灵石 随后他还把气氛给大家 感受起了众星捧月般的待遇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 殖民者首领大胡子 也找到神秘水月 并让士兵们走得进去 可这时 一个人突然就被拽了进去 紧接着 其他士兵也都纷纷下沉 消失不见了 随后这些士兵 便被水底的宇宙魔方 将他们传送到了另一个新的世界 然而这群本性喜欢掠夺的殖民者 以为这里会有什么宝藏 于是他们便向不远处 正在狂欢的人们发起了攻击 不过在这个女孩的超能力面前 殖民者根本就伤不了他们 随后这些人的情 还被女孩全都给夺了过去 但女孩却根本不想放过他们 因为正是这些殖民者 之前占领了女孩在地球的家园 女孩为了返回家园赶走殖民者 只见得伸出手臂 发动强大异能 居然将空中的传送门 直接给拽了下来 不过众人挺后 却没人想离开这安逸的世界 说完卡获利走进传送门 便返回了地球 随后卡获利飞奔章 则追上了要抓走村民的大胡子 卡获利健壮 只见他冲过来 就开始发起了猛攻 大胡子一看用枪不行 于是他便让手下 起用了炮击 卡获利面对众多的炮弹 体力不值得他 还是被一下机动倒在了地上 可就在卡获利即将面临危险之时 三连中却出现了众多的蓝眼睛 原来是卡获利的一间盲友赶来了 随后卡获利随一张解决了大胡子 不一会儿的功夫 殖民者的战船就被摧毁 救出了被抓的村民 完事后 卡获利又借助传送门 找到了指使大胡子入侵的女王 想要跟其达成和解 不过卡获利挺后 只见他伸出手 就把女王从座位上给弄到了空中 然而就在卡获利 刚给女王来了个下马威 这时后面却突然出现一道时空门 紧接着 暗黑奇异博士则从里面飘了出来 暗黑奇异博士为了救活女友 他竟然抓来了大量的一时空超级英雄 并且卡特在博士的蛊惑下 还来到极憾之地 要帮博士抓一个重要的女人 然而当一道蓝光闪过后 卡特便遭遇了一波袭击 原来暗黑博士让卡特抓的人 正是这个拥有多种异能的漫威新英雄卡获利 卡获利说 暗黑博士之所以要抓他们 就是为了要把他们扔进锻造炉 从而复活博士的北宇宙 卡就在这时 然而脚下一道金光 然后便掉进了传送门 随后得知真相的卡特 还是救下了卡获利 不过下一秒 暗黑博士则又发起了攻击 卡特健壮 于是他抽出身 冲过来就是一拳 但面对博士的防护罩 卡特根本就伤不了他 无奈之下 卡特看到上方被博士抓来的一时空超英们 只见他一击飞盾 打破了我们 就把超英们全都给放了出来 就在黑博士忙着对付众人之时 这俩一研究 决定要去摧毁锻造炉 彻底解决后患 但这些被放的人 不仅有正派 而且还有反派 于是卡特他们 便遇到了黑花的丧尸旺达 经过一番打斗 这边的卡获利 还被旺达缠住 马上成为对方灵石 可下一秒 卡获利争夺束缚 一记蓝光 便将其给撞没了 但此刻 这却没了主人的丧尸小弟 居然又被死亡女神海拉 给接管了 然而就在卡获利 向海拉发起攻击时 海拉的老对手火焰巨人 却出现了 随后 海拉则率领将尸大军 向火焰巨人冲了过去 而这边急驰着 要去寻找断道炉的两人 还遇到了反派灭霸的阻拦 这个集齐了六颗宝石的灭霸 只见他发动宝石能量 便打出了消灭一半生命的响指 不过下一秒 他居然把自己给化成了灰剑 可就在这时 另一个时空 集齐了六宝石的艾里克也出现了 卡特健壮 于是便要夺下艾里克的无限铠甲 然后想用其对付暗黑博士 可当艾里克摆好造型 要发起攻击时 只见卡获利施展超能力 则将艾里克的铠甲给脱了下来 随后卡特走上前 便将无限铠甲穿在了身上 然而这俩是此刻发现 暗黑博士已经开启了锻造炉 随后 这个从上方飘下来的暗黑奇异博士 只见他放出紫燕巨龙 就向卡特他们发起了攻击 不过卡特利用胸前的力量宝石 抵住巨龙 就把博士给缠住了 随后卡特又将其从空中给拽了下来 面对着两个女人的说命夹击 暗黑博士用力一拽 堂空跃起 施展黑暗魔法 就变出了无数个他的分神 卡特健壮 于是他发动现实宝石 则也弄出了一对自己 随后 一场大战也在此刻一出即发 然而当卡特的分神们 刚一冲向暗黑奇异博士 只见博士抬手 就把分神们全都变成了蝴蝶 并且卡特看着眼前飞舞的蝴蝶 竟然还被博士催眠 将他带入了幻境 可幻影未落 卡特居然在这看到了一只蝴蝶 随后卡特抬手一拳 则又返回了现实 博士见这样不管用 于是又飞向空中 开启大量传送门 想要尽快把超英们 丢进锻造炉 完成宇宙重塑 不过下一秒 卡活力发动异能 便将众人给弄了上去 并且卡活力还改变了 传送门的颜色 想让大家返回原本宇宙 但黑博士变出大手 钻住卡活力 则让众人又掉了下去 情急指向 只见卡特利用时间宝石 就把时间给定住了 紧接着 卡特又来了一招时间倒流 说完 博士便开启拉哥摩托之眼 本以为这些掉落的工具员 只是摆设 可没想到他们居然将 各自的神明利器 全都丢了上去 随后卡特抄起奥丁神剑 对着暗黑博士就是一击 而卡活力这边 也趁机再次开启传送门 将众人全都送回了各自宇宙 然而当这俩人在众多武器中 挑选出适合自己的装备后 他们便向暗黑博士发起了攻击 经过俩人一番左右夹击 不仅暗黑博士的身体出现了扭曲 而且在众多武器的合力打击下 博士也伴随一股紫烟消失了 本以为这场对决就此结束 不过下一秒 变身成终极形态的暗黑博士 则又出现了 只现在向前一扑 抱着卡特就要跟其同归一进 在下落中 卡特挥舞着拳头 狠狠砸了一波后 卡特纵是一跃 还是摆脱了危机 然而被打入锻刀路的暗黑博士 虽然彻底消亡了 但他让北宇宙复活的想法 果然真的实现了 只不过这个宇宙的克里斯汀 永远没了奇异博士的陪伴 随后 卡特也被观察者送回了他原本的宇宙 至此 假如第二季便完结了 我是白狼 让我们共同期待假如第三季